來看來在做設計的中華第三代中英國的學校 開始到台中亞洲大學來開科講創意 這中英國他錄音說 這個創意是用來探集工具 他這輩子在台灣開科到學生 他說這麼願望可以教到這個八百學生 前六五個學看起來是很輕鬆 講由不到台中亞洲大學來開班創意 所教的是創意到行銷 上課為止 教課為止 謝謝各位 判例的學生 那這樣的話對你來講創意是什麼 因為你要說 我要去上課啦老大 創意是什麼就是賺錢的東西好不好 他說創意是可以賺錢的工具 在台灣第一次開班收口 他說希望可以計畫發生的創意 也希望教學生怎麼來行銷 不過他的作品都很有設計的方法 想對他價錢也不少 政府怕上來扣金奢侈稅 他說有當勞煩惱 那我就沒生意嘛 那我銷路還好吧 好不好 謝謝 一歲算在台中來教課 他說是因為答應中部的亞洲台海要請 只要去學生就已經都做得好 但這位定義的老師來上課 不過要上課是真不簡單 必須要先高作品讓他先合同過 他認為可以看得到創意的 教主給他收課 每個人只有50個 不過這位是老師 因為創意就是要拿來設計 可以賺錢的東西 不是用來拿獎的 而且看法也很容易 個人有個人的看法吧 商業社會反正這樣子 就是用你要更大的錢 還能買更大的價值 這樣才有效率 不同的角度來改善創意 有人人人也有台度實情保留 也有這幾個特別引起外界主義 記者台中中學部多 主要是唯一的